而美国国防部呢日前则对外宣布将向韩国轮注第一骑兵师 第十二骑兵团第一营 旨在提升韩美两国战备水平和作战能力 那么您觉得美军在韩国轮注对半岛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奥巴马上台之后呢提出了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呢就是说在未来十年 美国要把他的海空军的60%部署到亚太地区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美国在全球的驻军或者说军费在压缩 但是在亚太的驻军呢其实是在扩充的 所以说美国此次在朝鲜半岛增兵呢 其实是这么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其实美国呢一直在寻求在朝鲜半岛进行一个增兵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他的一个作战能力 当然呢韩国方面对此也是表示支持的 因为韩国呢希望能够在驻韩美军南迁之后呢 通过美军的这种龙患来填补当地的一个真空 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朝鲜的威胁 当然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尤其是韩国方面呢就迫切需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一种动作 来向朝鲜发出一种信号 或者是威慑的信号或者是防范的信号 那么特别像笔她们 Israel 得瘦相来帮啊